你把钱给我 不要抢啊 哎哎哎哎 把你吵成 小鱼 嗯啊 看到没有那个就是小鱼 你把钱给我之后 哎小鱼 你弟弟家里干嘛 我不知道啊 我看他拿了一个黑色的袋子 是干嘛 我也不知道 那管他吧 你就是小鱼是吧 对啊怎么了 走走跟我走 为什么要跟你走啊 你是谁啊 你现在已经是我媳妇了 彩礼钱 我已经给你妈妈和弟弟了 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走 什么叫彩礼钱 你已经给他们了 我又不认识你 而且我也没有同意过 他们收了你的钱 你去找他们呀 我不管 反正钱已经给了 你今天就是我的媳妇 走跟我回家 我不可能跟你回去的 我不认识你啊 而且现在婚姻当事都是自己做主 那是别人做主的呀 他们收了你的钱 是他们的事情 你去找他们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呢 走 赶紧给我回家走 哎哎兄弟 你怎么说的时候还动手了啊 给我放手 放手放手 你给我放手 你终于来了 你还说到怎么回事吗 哎呀兄弟 这个钱不对啊 嗯 你说了十万你给我五万的 我给你数一下 这里两万多三万多五道 怎么回事 兄弟你别急嘛 这只是定金 等我和你结婚之后 就会一次幸福给你的 也行 哎兄弟你等一下 小鱼啊 他们两个收了什么定金 什么钱啊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小城什么钱啊 不是跟你说了嘛 前景的那个乡君对象啊 运营出十万块钱 让你去嫁给他 妈 这里钱不到了吗 人都来了 你还不敢跟人家走 你还为什么要跟他走啊 钱是你拿的呀 你自己解决呀 你现在不就是把我卖了吗 哪里是把你卖了呀 你嫁给他不会幸福了吗 他家庭条件又好 还愿意出十万块钱 你还不理解我和妈的苦心 真的还在说我 你必须把钱拿出来 我又没有同意 你把钱给我 你把钱给我 不要抢啊 你知道人真的是 小云你没事吗 你先 兄弟 这是什么情况 你跟我说一下 你是谁啊 关于什么事啊 他是我妹妹 然后我是他哥哥 然后有什么事 你可以跟我说 我是小云的相亲对象 我给了他们交十万块的彩礼钱 他们答应把小云嫁给我 他们答应把小云嫁给你啊 刚才小云的态度你也知道 他单身他不同意 再说你给他们加钱 你们是一个村子的 难道你不了解他们一家人的这个情况吗 就刚才你给他钱这个小城 现在整天在外面只知道赌钱 打牌 吃喝玩乐 骗吃骗喝的 我跟你说啊 兄弟你把这个钱给他以后 你拿不回来了 现在小云他也不会同意跟你在一起 你到时候你就人才两空了 你知不知道 是啊 反正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而且你把那个钱已经给我滴点 你现在趁他还没有走远 你赶紧去追他 不然的话他把这个钱花了的话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你到时候不要来找我 我不管 反正这钱是我在外面导工 辛辛苦苦 十多年正回来的 我钱已经给了 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走 还必须跟你走兄弟 我跟你说了 这个钱的话 小云他是没有拿你的 谁拿你的你去找谁 他弟弟我跟你说 你这个钱跟你拿过去以后 我估计不超过一个小时 他保证一分钱都没有了 你到时候你真的我跟你说 你人才两空 你一分钱都没有 人你也没有 我跟你说你现在你赶紧去追吧 看一下还能不能追回来 你先把钱拿到手 再说别的事情行不行 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 骗子脸上又不会写字